行翼拳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直拳呢 我们现在的方式首先是靠距离 对方打拳保持一个好的距离 远一点 对不让对方的拳碰到你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么他获得不到一个打击距离 这是步法的优势 然后呢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小臂的割挡 对方打拳反击进去 对方打后手 打击进去 那么第三种呢 然后就到了我们左右的一个闪避 用对方打左拳 那么闪开 对方打后拳 闪开打击进去 对方再打拳 下前 打击进去 这是通过左右下 左闪的一种方式 这是呢 我们在现代的一个活击体系里 如何训练躲开对方 左右直拳的一种方法 你不需要管它是打左直拳还是右直拳 因为它打左直拳 打的是头右直拳 一样打的是你这个点 所以你只需要闪开这个点就OK了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 如何养成闪开对方直拳的习惯呢 就可以让它专门的攻击 我专门的躲闪 训练一定要以躲闪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能躲开的 你一定能够得挡的步 所以训练里练最难的 当对方打拳 你闪开 对 闪开 对 闪开 闪开反击进去 控制距离 对 闪开 对 闪开 当你习惯了闪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加上拍挡 对方打拳 拍挡 对 拍挡 反击进去 对 对方再来 再躲开 对 躲开 对 加剪进去 反击进去 当你习惯了之后呢 你就能养成这种 对方一打直拳 你就左肋臂移开 不让它打中你头的这种习惯 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训练的 那么传统的行翼拳和现在格斗的处理方法不太一样 我们在下一期给大家讲解 加微信使用行翼的拼音 获取行翼拳公益教学 感谢观看